我早成滑板高手 拜托 你不要胡说八道 胡搅蛮馋好不好 是你一直在跟我胡搅蛮馋 不过我决定 不跟你纠缠 因为我对女孩子 一向都比较怜香惜玉 特别有绅士风度 来吧 我 今天我约了我哥 上线带我们去金阳城转转 那我们在哪里等啊 这金阳城在哪里啊 之前有个玩家告诉过我 金阳城的位置 据说得先到达落日港 而到落日港只能坐船过去 然后呢再有个半日路程 就可以到了 金阳城是光年游戏中 最大的城市 我有一个问题 落日港在哪里 还有啊 坐船过海 海里有怪吧 我也不知道 还没有坐过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我也没有出过城坐过船啊 那怎么办啊 我听学长说 这个游戏里的怪物都很凶的 有点意思 光讨论也不是办法 我们先走走看吧 游戏满极了真是没意思 当了帮主也是空虚 这几个新手玩家倒挺有趣 反正也是闲着 就逗逗他们 你们看 你不瞧了 骆日港 对没错 那边 走 哎 那个船上好像有东西 里面好多钱啊 真的是金币 这应该不是别人的吧 别人的为什么要放这儿啊 应该不是 走 这是我们运气好 走 还不错嘛 这游戏也没什么难的 我感觉自己都是游戏高手了 你们之前还不敢出来 我看这也没什么可怕的嘛 别过来 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别过来 怎么办 我觉得像这种电舞 我们四个胜胜还是可以打败的 那要不我们试试看 来 杀 杀 杀 他们太弱了 就算我帮忙也只能走到这里了 没劲 撤了 怎么看 怪呢 死了 怪物被我打死了 叛琪 你身手不错啊 可以啊 叛神 带我们走向胜利吧 叛神 走 走 我们都死了三十多次了 为什么走的距离一次比一次短 我们都死了三十次了 虽然死了无数次 但也不是白死 因为我们已经到五级了 总有一天能到靖阳城 但是就我们这个水平 得要多少年以后了 那得多少年以后了 要不我们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咱们要有信心 我觉得真理的办法一定可行 要不然 我们在这新手基地找个人 帮帮我们吧 这个简单 找个帅的 这位帅哥 请问你是高手吗 是啊 你们是向组队吗 组队 对对对对 我们是向组队 你逗我呢吧 你们几个才五级 能干吗呀 还是残险 这看病多少钱 不多不多 随便给个一两万吧 那么多钱 我说的是游戏金币 来来 还有这样的 先看病后给钱 坚持 就是医生的楷模 好啊 为什么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呢 有什么不对 我感觉就挺好 帅哥 我们怎么给你金币 在哪里可以交易啊 我们去基地商城交易吧 怎么都行 那之后 能带我们去趟金阳城吗 嗯 我们 可以给你钱 但是我们是新手 没有多少钱 既然你们这么想去金阳城 我就带你们去 路也不远 钱就不提了 走吧 怎么样 还是好人多吧 嗯 走吧 走 走吧 我的傻妹妹 我忘记了你们都是新手 到不了金阳城 喂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 没事儿了我 你干嘛呀 怎么了 行吧行吧行